身體是很聰明的 當我們用運動消耗大量熱量時 身體會降低其他的熱量之處來代償 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歡迎收看一分鐘健身教師 隨著健身觀念的普及 越來越多人知道減重是8分吃2分動 想要控制體重減去多餘的體脂 一定要管好嘴巴 運動不是沒用 只是在減重這場戲裡面 飲食才是主角 運動只是配角 隨著科學進展 運動與人體熱量消耗的關係 也越來越明朗 2012年發表在PLUS ONE的研究 跑到非洲坦桑尼亞的原始人類部落裡 搜集了共30位著名的代謝數據 這個部落叫Hazda 是世界上少數人過著狩獵、採集生活的人類 他們沒有農業、沒有工業 食物只有打獵來的肉類 與採集來的根莖、果實 想當然也沒有麥當勞、iPhone、UberEats 這些現代人的科技享受 為了張羅食物 他找人每天都要外出、打獵、採集 男性平均一天要走11公里 女性要走7公里 偶爾還要與野獸搏鬥 爬到樹上採蜂蜜 或是刨開地面挖樹鼠 每天活動量那麼大 想必他們的每日熱量消耗也很大吧 欸 這個就未必了 請看這張圖 橫軸是身體的瘦肉量 也就是內臟、骨骼、肌肉組織的總重 縱軸代表的是整日熱量消耗 隨著我們身體越重 熱量消耗當然也越高 就像汽車一樣 越大台當然也越好友 兩者間大略是呈一條直線的關係 紅色的點點代表是 哈薩原始部落著名的能量消耗 大致在這條線的上下 灰色的點點代表是 西方國家著名 他們因為肥胖比例高、體重比較重 所以都排列在圖的右側 但是重點來了 先進國家居民的熱量消耗 是落在同一條直線上 也就是說經體重校正過後 哈薩人與美國人的每日熱量消耗 並沒有不同 即使美國人每天上班 坐在電腦前面8小時 回到家不運動 在電視前面繼續坐8小時 一個60公斤的美國人 每天需要的熱量 與一位60公斤的哈薩人 並無不同 運動並不會讓你的整日熱量消耗增加 看到這邊我相信已經有觀眾覺得我在胡亂 準備要在留言區給我洗臉 運動不會增加熱量消耗 這個太誇張了吧 先別急 讓我們繼續看下一篇研究的發現 同一個團隊在2017年又發表了一篇研究 這次是蒐集5個不同國家 共300多筆的整日代謝率數據 並與他們的活動量去做比較 結果發現運動確實能夠增加熱量消耗 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後 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平掉了 運動量再增加也不會再提升熱量消耗 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身體是很聰明的 當我們用運動消耗大量熱量時 身體會降低其他的熱量之處來代償 舉例來說 爬山一整天回家之後 洗澡吃飯之外 大家還有想做什麼? 當然是躺在沙發上一動也不動啦 累都累死了 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的 大量運動後 我們會不自覺的降低行走、站立、抖腳的次數 來節省熱量 如果運動量大到一定程度 我們甚至連基礎代謝率都會開始下降 例如之前的影片中提過 職業運動員比一般人更容易感冒 女性常跑選手 甚至常常會有生理期不來 骨質疏鬆的問題 這個都是身體為了節省熱量之處 把免疫、生殖系統 這些非維生必要的功能給犧牲掉 所產生的後果 再讓我們來看這張圖 我們把熱量消耗分成運動 與其他兩大類 在一個理想世界裡 運動越多 整體熱量之處也越多 但是事實總是讓人心碎 實際上當運動越多時呢 整體的熱量之處 只會增加一點點 這是因為身體的求生意志相當堅強 會減少其他的開支來節省能量 這個道理也沒那麼難懂 舉例來說 小屎是一個月薪三萬的上班族 一萬塊繳房租 一萬塊吃飯 一萬塊做其他使用 假屎房東今天突然把房租調漲成一萬五 小屎就因為一些原因不能搬走 那各位覺得他還會花一萬塊吃飯 一萬塊做其他用途嗎 當然不會啦 一定是開始吃泡麵 縮衣節食 想辦法讓整個月的總開銷 維持不要超過三萬塊太多 不要吃老本嘛 人沒有那麼傻 遇到困難時總是會應變調整 我們的身體也是一樣 在運動耗能增加時會改變行為來因應 這些科學研究有幾個很重要的應用價值 第一 完全沒運動的人趕快動起來 如果每天都躺著坐著 不僅對健康很傷 熱量的消耗也會很低 這個時候只要做一點點的運動 例如說走樓梯不要搭電梯 快走個10分鐘 從無到有的這一段增加運動量 還是能夠增加熱量消耗的 第二點 瘦不下來的人要從飲食下手 在非洲草原打獵的哈薩人 與在冷氣房裡面叫外送回來吃的我們 運動量差了10倍以上 但熱量消耗其實是一樣 那為什麼他們瘦我們胖呢 答案就出在我們叫的外送啊 薯條啊餅乾啊汽水 這些高熱量容易攝取過度 而且刺激大腦產生新快感的食物 才是現代人肥胖的主因 運動重不重要 很重要 但是運動是為了保持身體健康 如果拿來當作減重的工具 而只怕成效啊 要讓人大失所望了 第三 運動太多可能有害 我相信即使是這個頻道的觀眾啊 99%都沒有運動過量的問題 但極少數職業與運動員啊 每天運動三四個小時 同時又出現一些身體的症狀 例如生理期三個月不來 運動傷害一直都不好 常常容易感冒 甚至出現憂鬱啊焦慮的情緒 對訓練與飲食啊提不起勁 這個時候可能真的要小心哦 是因為運動消耗了太多熱量 而去佔據到正常生理功能的花費 讓生殖免疫修復的功能啊都停擺了 再次強調 絕大部分的人都沒有運動過量的問題 但如果你是運動狂熱者 又長期有一些身體狀況 那或許就要考慮運動過量的可能性 人體的運作啊真的是很有趣 即使思考特製醫師 又長期在關注這些健康心知啊 每次讀到這種指標性研究 心裡還是會讚嘆說 啊原來是這樣啊 不知道各位觀眾 是不是也和我有一樣的感受 好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訂閱跟按讚 我們下次見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